位在花莲县有长寿村美名的凤林郑 今年正名代表选战出现一个大亮点 有一位27岁的年轻女生林子齐她投入了参选 以恳切的服务态度为地方注入活水 另外花莲市主农女的里长候选人邱惠敏 同样也成了选民关注的焦点 这是子齐 这是选代表 亲自来到市场拜票 林子齐跟阿公阿嬷亲切寒暄 年纪轻轻只有27岁 参选花莲县正名代表 透过服务民众然后可以去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 那加上我自己也是土生土长的凤林人 年龄比较偏高 那我希望能为我们凤林注入一些年轻的力量 林子齐土生土长的凤林人 在这个台湾六大长寿村之一的地方投入选举 小金星投入选战 分外引人注意 也有了国民孙女的称号 曾是花莲县议长张俊的助理 秉持服务选民的心意 转而投入选战 加油加油加油 齐居小青星注入一股政治新活水 另外凤林还有这位最美里长候选人 有遇到公投 所以那时候很混乱 所以当时开票结束 大概12点了吧 出来是我们是平票 那时候是唱票结束是说 我们都是1048票 只是过了几个小时后 突然说对方多了一票 邱惠敏再度投入选战 上回挑战老里长落败 但两人仅仅只有一票之差 我的选里长跟颜子没有关系啦 我的初衷还是服务 我的真心真的是 谢谢也就是社区的长者都看到了 秉持服务初衷 邱惠敏投入里长选战 希望选民给他机会服务相亲 记者众号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训raft